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提升民众的报案与救援效率 消防署特别推出了 119报案APP 有活警救护与简讯报案三大功能 透过网路与GPS定位 及时掌握报案的位置 欢迎民众踊跃下载使用 大数据时代下 人手一机已经是生活常态 为了提升民众的报案与救援效率 消防署特别推出119报案APP 提供民众免费下载 有活警救护与简讯报案三大功能 透过网路与GPS定位 及时掌握报案位置 安装了这个APP之后 它会引导民众自动开启 你的GPS的定位的功能 那透过网路的连线 那同时在你拨号进来的时候 就将这样的一个GPS位置 传送到我们各地的 119指挥中心的派遣系统内 来进行定位 可以让民众快速的提供它的位置 也让消防人员更快速的 去找到你的位置 119报案APP 除了能够快速定位报案位置 受理报案 民众也可以事先设定 紧急联络人资料 当你在报案的同时也会同步统治家属 方便第一时间联系 紧急联络人就是 除了拨给119之后 那它也可以传简讯 给你设定的紧急联络人 告诉你的紧急联络人 你有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一个资讯 那并不是强制要求设定这样子 那主要的功能还是以报案为主要优先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下载 这是一个免费的一个APP 那安装之后可以让 消防人员更快速的找到你 119报案APP完全免费下载使用 安装时也会一键引导 开启定位功能 针对无法语音的声唱者 也提供简讯报案服务 民众可以事先输入必要资料 报案时即可简易操作 并且快速报案提升救待效率 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 再带你来看 近年来有许多偏乡小校 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导致新生人数逐年递减 而卢族区的外设国小 为了要打造学校的新亮点 因此引进了华德福教育 并透过英才师教的模式 让孩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性格 同时卢族区的外设国小 受到少子化冲击 过去几年来新生人数逐年递减 然而在三年前 校方开始推动华德福教育后 不仅人数回升 同时透过将自然元素融入课程 希望让孩童自然成长 并且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性格 那我们外设国小 在三年前开始推动华德福教育的一个特色 那华德福教育呢 它是源自于德国的一种 一种理念型的一种教育方式 它主要是根据儿童的发展阶段 然后来设计符合儿童需求的一种课程 跟教学活动 那它特别注重在实作跟体验上面 还有孩子跟自然的一种 一种亲近跟结合 华德福教育除了注重自然元素 同时导师也会针对不同的孩童 进行课程设计 并透过使用制片教材 以及实作互动的方式 不仅让孩童在每堂课中都充满乐趣 同时也透过空白的工作簿 要让孩童自己绘制课本 借此达到英才施教的目的 依据他对孩童的认识跟了解 来设计孩子所需要的一种课程跟教学活动 所以每一节课对孩子来说 都是一个新鲜的 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历程 那所以孩子们上课是不用课本的 这是跟体制内教育不太一样 那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他们所带的是一个空白的工作本 然后在一节一节的课程当中 跟导师互相互动 然后在学习结束 就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课本 目前拥有华德福教育的国小 在桃园只有两所 同时外社国小也因新增三个华德福班 教室几乎全满 明年招生将面临教室不够 因此校方正在积极争取建设新教室 期望要全力推广华德福教育 打造偏乡小校新亮点 记者王中军桃园报道 在电影来看桃园夜市内的锅烧面业者 有感于社会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因此在与地方里长讨论后 决定要推出代用餐券 来帮助桃园国中 文昌国中 北门国小及成功国小等学校的弱势学童 只要平均就能兑换一份锅烧面 也欢迎民众认捐支持 位处在桃园夜市内的锅烧面业者 有感于社会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在与地方里长讨论后 决定推出代用餐券 来帮助桃园国中 文昌国中 北门国小 以及成功国小等学校的弱势学童 只要平均就能兑换一份锅烧面 这份爱心也让学校相当感动 肺炎疫情的关系 对全世界造成很多影响 那其实在桃园国中 很多的家长也因为这波疫情 也受到了这个经济上面 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想这样的爱心的益助 对于学生的学习 可以更无后顾之忧 那也是一个最好的社会榜样 相信孩子在长大 之后也会因为这一锅暖暖的锅烧面 会给他们国中最棒的一个回忆 事实上老板卓敬脸 一直都有投身公益行动 也想借由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人 但面店无法做到辅送餐 直接开放待用餐也怕爱心被滥用 因此才决定由学校来审核 也能确实将爱心落实到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学校方面的话 他们会比较知道说 孩子他们的状况 是哪些是会 真的会比较需要帮助的 那我就跟 请江经常理事长帮我 跟学校这边联络 说看我们应该怎么样配合比较好 那后来就是决定说是用餐券的方式 那我们这边就提供餐券给他们 提供餐券给校方 那校方他们自己会去筛选出 他们需要就是适合 需要这样子帮助的学童 爱心待用餐券才刚实施 第一阶段先以500份进行 每份餐点的费用是50元 每一晚都是老板亲手烹煮 除了老板自己的善心 也欢迎民众或店家一起响应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间店 所以我们的力量很小 所以我就想说 先从我们东埔里的里内的四个学校 我们就先开始 那如果说我们进行顺畅的话 那我都会再去跟 再往外扩 如果一般民众想要吃的话 因为我们一份带用餐的餐点 只有50块 所以就是说 看他们愿意捐献多少份 锅上面的汤头都是老板 每天熬煮五小时的高汤 味道清爽又充满香气 欢迎大家去店里炒盛 如果想支持带用餐券 也可以向老板捐款 一起守护需要帮助的学童与家庭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 居住在卢竹区山脚里的陈瑞生 未来要延续父亲生前 关心社区的心 因此特别捐赠了一辆全新的巡守车 给山脚社区守望相助队 继续为社区及社会来奉献 新冠肺炎虽然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距离 不过地方上仍有民众热心公益 居住在卢竹区山脚里的陈瑞生 为了延续父亲生前关心社区的心 因此特别捐赠了一辆全新的巡守车 给山脚社区守望相助队 希望要感念父亲生前对社区的奉献 今天这个活动就是为了感念 还有延续父亲生前对社区的一个关心 还有一个关怀 父亲生前一辈子就是以务农 那本身就家里以前也不是非常的富有 那在今天小弟在这边在社会上小小的一个成就 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对于公共事务上 我们秉持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样大家一起来关怀这个社区 关怀这个社会 这次陈瑞生捐赠的巡守车 主要是为了纪念父亲热爱社区的心 因此还特别以父亲的名字来为车辆命名 而这辆巡守车在捐赠给山脚社区守望相助队后 也将运用于守护社区的安宁 并且提升当地巡逻的效率 我今天很荣幸能够接受陈董事长 捐赠了这个陈瑞一号的巡逻车 我们这个守望相助 维吾地方安全 需要大家共同来配合 真的很高兴 我也觉得真的很高兴 能够有这台这么好的 这么热心的陈董事长 来捐这台巡逻车 给我们守望相助队 以后我们守望相助队 就可以这样子 每天就是做这个巡逻的工作 会更加的方便 三角社区守望相助队 成立至今已经有11年的时间 而陈瑞森的父亲 生前也一直在为社区付出 对此陈瑞森也希望能秉持着 有钱出钱有力处理的信念 期望要继续为社区及社会来奉献 记者王中军桃园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和平里内 有许多长辈 因为行动不变 而没有办法自行前往检法 因此里长特别跟设计师 共同办理了意见活动 期望又将甚的循环带入偏乡 一叶奶奶开心的剪着头发 同时还有许多长辈正在排队 然而这里可不是理法厅 而是大园区和平里里长 为了要照顾行动不变的长者 因此特别跟美法师合作 所办理的意见活动 希望要解决长辈理法的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老化社会嘛 尤其是和平里的老人家 占了17%嘛 那当初就想一些行动不方便的 还有一些老人家出门不方便 那因为我有这个构想 他们也很愿意配合 就是希望给里里面的老人家方便 不需要说等孩子下班 再来接送去理法 因为我从小在这边和平里长大 因为想说知道说里长有在说 这边有些行动不方便的人 他有在找人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可以来承担 剪完头发后的长辈们 个个都神清气爽 同时也很感谢里长及远道而来的设计师 而里长及设计师 透过每两个月举办一次意见活动 不仅要帮助偏向长辈 同时也希望呼吁更多人 一起加入意见的行列 共同来做爱心 我谢谢那两位小姐帮我剪的头发 剪过以后感觉很舒服 还没有剪以前 这个头发会碰到我都感觉 好像是痒痒的 剪过以后感觉很舒服 也要感谢这两位小姐 两个月来一次帮我们做这个修剪 谢谢 就是每两个月固定一次 因为老人家的觉得 他的想法是说长 头发大概就是一两个月就会长 一样是美发界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想要 有乐意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 可以跟我联络 我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做 我们可以做更广 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目前大园区和平里的意见活动 主要是针对70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行动不便的李明 而如果家中有学龄前的儿童 里长也欢迎长辈带着孙子 一起来理发 借此让善的循环延续下去 记者王中勋桃园报道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